1996年5月19日 来自世界三十多个国家的驻华五官 来到解放战争中 荣获光荣的林芬履荣誉称号的人民解放军某部 观看军事表演 1948年春 这支部队参加了著名的林芬战役 面对城池坚固巨险死守的强敌 这支部队以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 先后挖掘破成坑道十五条 装填炸药共九千多公斤 硬是用坑道爆破战术摧毁了敌人的铜墙铁壁 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创造了攻坚作战的宝贵经验 战后中央军委授予这支部队光荣的林芬履荣誉称号 成为我军在战争年代 唯一被授予最高荣誉称号的旅籍单位 光荣的林芬履荣誉称号 就是当时的徐强警员在授予我们的 这笔警局现在我们一程仍然把它很正规的保军阵 这个就是当时的徐强警员 这个徐强警员受于我们的这里经济 虽然岁月的流逝 林芬履的编制序列发生过多次变迁 在这历史的变迁中 始终不变的是部队当年在林芬战役中 铸就的那种革命精神 今天林芬履作为我军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他在向世界各国展示我军现代化建设 崭新面貌的同时 也让各国武官看到了 我军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 已经融进了新一代官兵的血脉 那你第一个印象的军事 我认为这位兵战争的表现非常好 这位兵战争的表现非常好 我认为这位兵战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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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看着他们 你能看到了一位兵战争 你能看到了一位兵战争的表现 这是很高兴的 今天今天 这是很高兴的 没有失败 没有什么 这是非常好 非常好 很高兴的表现 谢谢大家 让我们齐齐手来 为我们和各个人民 和军队的友谊 做出积极的努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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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